台湾不只有着美丽的樱花 还有美丽的海洋 但是近年来 鱼类动物却是不断地在下滑 这个数量上面 光是这15年来 北部海岸少了100多种的鱼种 现在近海渔业 存在着鱼货量下降 鱼种消失跟经济产值崩叠的三大危机 到底要怎么保护我们的海洋 或许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 海归在大海中自在地畅游 这是不少潜水客 都将亲眼目睹的画面 这是在澳洲的大堡礁 因为潜力了海洋保护区 捕鱼区的量还微幅上升 反观台湾 鱼类物种却是逐年锐检 台湾海洋危机不说你不知道 在这十五年中 有一百零物种的鱼类锐 鱼货也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二 鱼业产值也下降了两百七十九亿 近海鱼变少 未来恐怕没鱼可吃 鱼类的消失原因很多 不只滥捕也包括七地被破坏 像是过年前有民众捞捕到保玉类的龙王雕 还打卡拍照说已经死亡 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 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应该打造海洋保护区 将鲸鱼区从百分之八点一六 二零三零年扩大到百分之三十 看看邻近的帛琉 菲律宾的阿波岛都因为海洋保护区 让物种更丰富 政府也应该动起来保护海洋生态 华时新闻齐佑林江兆元台北报导 不轻消失原因 那不是白绿色和平绿 legal 特别是暂停的